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熊平安 我在这儿啦 我是公务总局公务人员训练所的李威良 今天带大家来到公务总局公务人员训练所上课 因为这次要教大家是有关于行车前的车辆检查 来确保大家行车的平安 老师 我想请教 要如何调整座椅 座椅的调整会因为每个人的身高 体重以及你的手脚长度而有所不同 正确的座椅调整也会因人而异 调整正确坐姿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调整座椅的前后 高低位置 整则是双脚不要碰到椅表台的下缘 并把脚掌轻放在刹车大板上 大腿与小腿大约成120度的夹角 这样不仅可以给予足够的刹车力道 油门与刹车大板的切换也会非常顺畅 至于座椅的高低调整 则是在视线范围够清楚的情况下 尽可能贴近地面为原则 这样不仅重心较低 对于车辆的操控掌握度也会更高 当驾驶座安全气囊充气膨胀后 驾驶人太靠近 将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哦 建议坐在离气囊25公分以上的距离 距离以方向盘中心到您胸骨的位置 另外 头靠枕越靠近您的头部 保护效果就会越大 因此不建议在椅背上垫一个垫子 老师 我还想请教 要如何调整照后镜 开车前不调整照后镜 将无法完整正确掌握左右两侧以及后方的车框 左右转或变换车道的时候 就容易误判两侧有无人车造成交通事故 另外 镜面的清洁也要一并注意哦 车内照后镜以照到正后方的视野为主 建议左右两边的照后镜的调整呢 则是以照后镜 内圆 起 五分之一的部分 能够出现自己的车体 其余的部分 能够出现车后 以及我们车侧的状况 老师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哟 该如何调整方向盘 方向盘没有调好 会影响我们转向操控的灵活度 并产生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动作 造成手背肩膀痠痛 不利于强扶的驾驶 调整方向盘时 手动调整的拉杆 大多位于方向盘基柱的下方 如果车辆的方向盘支援高低的调整 调整高低后 试着转动方向盘 转动时 以手不要碰到大腿为原则 同时要注意 仪表板的资讯 也不要被方向盘给遮蔽哦 都清楚了吗? 我懂了 谢谢老师的详细解答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交通安全资讯 请至交通安全路口网